哈喽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weektalk 那么这两天比特币的表现可谓非常不错 那么从价格上面来看 它的一个价格在今天晚些时候已经将近了三万美金的关口 虽然现在有所回调 但依然还是在三万美金的关口反复试探 前两天虽然比特币etf通过的假新闻引来了市场的暴涨暴跌 但实际上我们看到这两天比特币的表现依然非常强劲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 在整个比特币生态上面来看 其实比特币最近生态的表现也是非常繁荣 首先tapro的assets这个概念的推出 使得大家可以基于比特币的闪电网络去创建更多的资产 我已经看到有人在上面来去做punk了 而且有人在已经在做了相关打新 那么其次呢 就是几个比特币二层的项目 像这个sx啊 以及rf 还有之前的bsv 其实在今天都有了非常迅猛的拉升 基本上最高点都叫这个今天最低点有了将近30%的一个涨幅 特别是bsv啊 也是被币安上线了 这个合约也是非常的好玩 那么b2c20方面这个sites其实也是在最近迎来了很强的一波拉升 那么我们看到今天单日内已经涨幅将近20%了 那么其他的像这个unisite即将推出自己的b2c20的swap 而且他们卖的这个算是第一个pass卡吧 其实地板价也已经接近了0.02个大饼 所以呢 本期视频我想跟大家去来全面的复盘与分享一下 目前比特币生态上面的这些新的创新的东西 哪些好玩 哪些有价值 或者是哪些可能会在长线看来有一些投资的意义 请注意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就为个人件分享 没有任何的投资建议 去关联和售罗费投资 风险很高 你有可能会损失掉全部的投资本金 如果你感兴趣 请散把添加微信群 首先我们还是来看一下最近几天新推出的这个type road assets的一个新概念 其实其本质就是基于比特币的闪电网络来去做了一套资产发行的协议 那么如果说大家想要去体验 或者是你想去参与这些资产早期的一个打新 那你可以按照我发的这个推特的一些方式去来进行配置 那么这个配置的过程还是要花费挺久的时间的 而且在操作过程中也会面临很多复杂的一些问题 所以呢 我也会把这个小伙伴所写的这个推特放在视频详情里面 如果各位想要去配置 想要去参与早期 关于type road的这些资产的打新也可以去试一下 我已经看到已经有人在上面来去发这个punk了 就是有一个punk的一些铸造 那么如何充钱 如何就是打新 然后如何mint 如何就是如何做 都是一目了然 完全帮你做出来了 虽然我个人站在我的角度上 可能不是特别的看好第一个punk的发行 而且我觉得 对于这样的一个资产发行协议标准来说 我们要做的不是在上面去做新的资产 而是要等待着这个资产发行协议去发行自己的原始代币 可能这样子才是比较有价值的一个投资方向 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新的尝试 而且确实 无论是之前的b2c20的audi啊 还是这个a2c20的这个punk呀 包括其他的一些等等 那么第一个在上面去unbird的一个资产 或者是发行的一个资产 也都是有这些投资的价值的 虽然说他的上涨的幅度和流动性可能不会是特别的强 但是呢 也是值得我们去期待一下 反正如果你愿意就是搞这么麻烦去来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那你可以去尝试一下 但谁知道你吃的到底是螃蟹还是其他什么东西呢 所以站在我个人的角度 我会觉得呃 这个闪电网络发行资产的标准协议可能未来底层代币 包括说其官方发行的某些核心资产是值得长线投资 或者是值得花重金去了解的 但是就是现在大家在上面去做资产 你看到今天有punk 是因为大家刚刚突破了这个技术壁垒 那我觉得明天可能就会有各种各样其他的东西 比如说什么od呀 什么其他的一些东西就会出来 那这样子你再去定义这个所谓发行资产的价格就非常困难 所以基于我个人的角度 并不是要去在上面去找这些发行的资产来买 而是去来探索其官方来去做的这些底层资产 或者是他原生发的类似于盖茨这种底层代币 这也可能会有价值的 那么接下来第二个方面 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二层啊 其实这个也是非常火爆的 那么其实这两个关联是有所连接的 因为这个type pro的其实就是基于闪电网络来去做的 而比特币的二层其实也是大致如此 就是大家都是基于闪电网络 或者是二层来去做基于比特币的高tps啊 或者在上面做一些有性能的东西 你可以非常清楚的理解 比特币的二层也好 闪电网络也好 本质上他都想要做的是在比特币上面做跟以太坊一样的事情 所以随着type pro的概念的一个推出 包括说在整个社区内热度的炒起来 所以看到这些二层也是非常迅猛的这个暴涨啊 像这个stx今天一天内最高已经涨了将近30% 呃 虽然还依然没有突破三月份他一美金的一个高点 但确实也是涨挺多的了 从0.41到现在0.65 我觉得可以持续的关注 而且其实 随着这个比特币链上全新的概念的这个持续的发酵 包括更多的人学会 并且安装上了这个type pro的asset 就这一系列的东西都搞定了 那这个概念还会持续的往上涨 那么这些生态啊 这些东西大家还会持续的关注 所以站在我个人的角度呢 stx也好 rf 也好 bsv 也好 这种比特币二层的这些产品 其实是在目前这个阶段是有可以堵的一个可能性的 就是我刚才说的 因为这个热度会持续的上涨 而二层网络也好 这些东西的一些概念又会被重新炒热起来 所以你可以看一看 就是最近等到他们没有像现在那么火了 以及没有像现在这样爆拉的时候 你可以进去冲一点 我个人觉得投资这些赔率还是比较高的 那么 bsv bn 今天又是玩了一个神操作 bsv 我记得之前好像是在边上有过了一次 后来被吓了 还是我没有记错 我记错了 是在ok 还是火币上有 我记得在2020年初的时候 这个代币非常妖啊 就是疯狂爆拉 然后又疯狂暴跌 我记得当时我有朋友玩 bsv 一晚上赚了300万美金 结果没有多久 这300万美金就全部亏完 所以我对这个标的当时还特别的重义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 bsv 又被 bn 重新上线了 但我个人觉得就是没有什么太多可以投资 就是 bsv 跟前面这两个标的不太一样 它只是一个这种所谓的分叉币 而且我觉得这个币真的是搞了好长时间了 而且 bsv 整个社区里面的很多人现在也都转做 b2c20 以及转做这种比特币生态 其他的一些东西了 这个社区我一直非常不喜欢 因为带有了比较强的这种传销属性 而且最近 bn 上线的几个纸上合约的项目走的也确实是比较拉胯吧 就前两天我们也看到啊 他上线的这些协项目等等 我是觉得就是很差 最近 bn 只上线合约的 big time 以及 loom 这个操盘手法都太过明显 而且割韭菜割的也实在是太猛了 所以对于 bsv 这样的已经非常非常老的标的 而且这个项目已经不知道他换了多少的装的这样的一个项目 真的不建议各位在在这个节点去参与赌博 他跟这个 scx 以及 rf 这种真的有实际价值 并且在各自的领域都做到这种头部的项目还不太一样 就他本身就是一个纯赌场的这么一个标的 所以前面这两个项目建议各位可以在低点的时候可以冲一冲顺着这一波的这个热的趋势 但是呃 对于这个 bsv 真的不建议各位去来搞了 所以我个人的一些小小建议 但是随着价格的这个疯狂爆拉 我们看到肯定还有更多人上车去来赌这个合约的 所以只能祝这些人安好吧 那么接下来看一下整个 b2c20相关 其实 b2c20今天已经来一波非常不错的上涨 那么像呃 这个赛茨呀 以及奥迪都有这个最高20% 那么平均15%的这么一个涨幅 那么都还在持续 那么这也能看到说呃 这个比特币生态自从这个type road出来 而且随着今天跟昨天这两天的发酵 整个的一个价格涨得都很猛 感觉热钱又真的都回来了 但是对于b2c20相关的 其实 建议各位可以再就是冷静一下 就这个跟投资这些基础标的还不太一样 这些项目可能在短日内暴涨暴跌 因为就是一个流动性的问题 所以b2c20我个人觉得 因为我一直都不是特别看好 那大家如果想当一个彩票 那么赛茨呀 跟奥迪都可以去试一试 因为确实整个生态起来了 那对于这些生态的细分赛道里面的龙头肯定也会有一波普涨的 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赛茨跟奥迪 但是这个赔率可能要相对于前面两个就会稍微低一点 而且这个价格如果跌下来可能也非常迅猛 大家可以去自我判断 那么接下来呢 就是优尼赛特即将推出自己的b2c20swap 那么其实这个也是为什么前面这两个赛茨跟奥迪暴涨的一个原因 那么优尼赛特其实最近大半年间一直都在潜心去致力于自己b2c20swap的一个研发 目前我们没有看到一些产品的雏形 但是他们先发了一个类似于这种pass卡的产品 然后你只有有这个pass卡 好像才能去参与到整个b2c20swap的一个公测中 或者是会有一些这种早期的权限 我们看到目前地板价还挺高的 已经将近了这个0.02个btc 差不多也是将近600美金了 那么 大家如果想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那么也可以去参与和尝试一下 优尼赛的这个团队确实最近半年都在研发b2c20的这个swap 那么也确实是在 整个的b2c20这波直接一波起飞 之前有讯息说他们的估值已经要到了6000万美金 不知道随着这半年的熊市他们现在的估值是多少 但是感觉他们的运气还蛮好的 那么他们要发b2c20swap 整个大饼生态又重新起来了 所以这个项目有点天选之子的意思 我也会持续的跟大家关注 如果他们新出了这个b2c20的swap 我也会第一时间给大家带来这些同步 包括跟大家聊一聊这些内容 那其实这个币圈科学家的这个推特啊 跟我个人想的还是比较一样的 就是我觉得这个 呃 type pro他等等 其实还是最核心的是发布资产 那么并不是说去来搞一些什么punk啊 或者是做一些跟b2c20这样的一些策略 就这些只是一个他告诉你了 我现在给你一个发行资产的一个渠道 但是你还在这上面发行资产就很奇怪了 最核心的还是要抓底层 所以这也是我比较认可的一点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 这个a2c20其实在今天也算是有了一波小小的这么一个回升 那么嗯 但这个热度就稍对比较低了嘛 毕竟这是一个来自于9月份一个月之前的一个讯息 那么这个东西大家也可以去看我之前第651期的视频 当时跟大家讲了什么是a2c20 就a2c20跟audynos有一点不同 就是他做了一个pow的一个挖矿模式 除了你花钱去打心之外 你还需要去贡献自己的算力去挖矿 所以如果能把这个完好也是一个不错的 呃 但目前看起来就前面的这些热度都太高了 所以a2c20目前暂且没有 但是大家可以先关注起来 如果他们有一些更多的东西 也是可以早期去看一看的 那么以上呢 就是我想跟大家去来聊的目前整个比特币生态的这么一个纵览 可以说今天和昨天整个比特币生态上面是获得了很多的这个资金的 而且我们明显能看到基本上整个赛道都起来了 但是对于这波赛道的热潮能够支持多久 其实我现在不太确定 如果说明天后天他们依然能持续 那确实比特币生态可能能够迎来一波像之前二三月份的这样的一波大涨 包括各个生态的一些头部项目也都是比较有机会能回到当时的一个高点的 呃 但是b2c20不一定啊 毕竟奥迪已经涨了那么多了 所以大家关于整个比特币生态 如果说现在想要去做投资 或者是你想要去埋伏一下 就刚才我说的stxrf啊等等都是一些 在现在看来赔率比较高的标的 那么像size以及像这个audi可能都是赔率稍微比较低